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7岁成为宁远团练总兵 可以看出吴三桂是步步高升 而且升了很快 这与他的真材实量有着很大的关系 28岁的时候 与清军发生了一场血战 清军可都是满蒙铁骑 吴三桂以无举出身的经验 就可以与清军抗衡 我们可以看出 他不但武力超群 也确实有一套带兵打仗的本领 本来是想笑忠明式的吴三桂 架不住自己救 救赎大寿的投降 同时 黄太极又以信又知 黄太极回信道 而前世一而救赎总兵书 任意动起 将军之心 由于畏惧 镇恐将军失次机会 书可惜而 这时的吴三桂 便开始动摇着信念 当他守他 宁愿成为一座孤城时 又传来崇祯自义的消息 他不得不重新为自己打算 盘算之后 决定现官投降清事 非常佩服吴三桂 这步骑看得很准 要知道 当时的李自成已经称帝 但吴三桂 还是选择了清事而没有战错队 最后给自己 获了一个平西王的身份 所镇守的省份权力甚大 远超过当地地方官员 并可掌控当地军队 税赋等 展开全文圣武记中记载 顺治十七年 云南省奉向九百余万 加以月敏二番运响 连续两千余万 临近诸省晚书不足 则补给于江南 致使清朝财富般 耗费于三番 吴三桂专制云南十余年 日炼兵马 利器械 暗存销黄等进武 就这种状态认识 谁都可以看出 吴三桂拥兵自重 一副要造反的架势 到了康熙年间便借着三番之一 尚可喜要高老还乡的势头 做出了撤番的决定 不甘心撤番的吴三桂 便杀云南巡抚诸国志 拘捕了暗查史以下不顺从的官员 发布习文 自称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 金凤指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 兴明陶鲁大将军 一个叛救主的人 靠杀救主部下而升官发财的人 如今又反新主 打着救主反清复明的旗号 不得不佩服吴三桂的厚黑学 真的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吴三桂很快得到了天下响应 毕竟这时的清室还没有坐稳江山 很多明朝的旧史、旧部以及民间低士族等 都纷纷做出回应 让吴三桂占尽了人和之势 吴三桂这一反 带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起来反叛 对清史造成极大的重创 1673年 74岁的吴三桂 在恒州称帝国号大洲 但这时候 清军已经逐渐搬回了颓势 令两番先后投降 只剩下吴三桂自己在那里铺腾 最后 吴三桂只能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 1678年 吴三桂上了一股火煤过来 当了五年皇帝的他 直接撒手人寰 而三番作乱也画上了句号 剩下的残余部落已经不成气候 吴三桂死后 康熙说了一句话 由此可以看出 康熙是有多害怕吴三桂 其居住记载 吴三桂被恩反叛 天下骚动 为习一传 再再响应 八年之间 兵匹民困 信和上天眷入 祖宗伏辟 逆贼遂而荡平 唐父在言数年 将若之和 金星奈天地祖宗之灵 剿灭逆贼 方为此也 唐逆贼未能铁灭 其酒其不尽归阵身 由此可以看出 康熙是心有余悸的 所以 康熙把吴三桂的尸体 杜碎分发各省 只有这样康熙才能感觉踏实 安心 参考资料 圣武记起居住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山 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